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解关于打印小票的问题 就是很忙的时候,我们点一张单,是现场的订单 然后我们希望他打出一个小票,有订单号 等一下客人我们只要叫订单号,他就过来拿仓 所以在点仓的时候,就是我们要选择现场的订单 我们点接受,点成电仓 如果这里是红色的,就已经能打小票了 如果是绿色就不打,我们现在让他打小票 就一开起来后面都是红的 不用再选了,除非你把它关掉 然后点打印 这个就是小票,这个小票用来给客人 他是二号单,然后客人都是二号单 人家打印拿出来,只要叫二号客人就过来拿他的仓 这个就是小票,只要你一开起来就有小票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点接受的情况下 然后这里有一个电仓 电面来拿的仓 订单号都是开的,只要是红色,后面都是开的 只要是红色,后面都是开的 不要再选择,后面只要点打印 他就有小票了 3号单小票 这个小票用来给客人的 就是后面都是开的,如果你后面已经不满了 不需要小票打出来的,我们点接受 然后点一个电仓 不满了,我们把它点一下绿色 小票就不会再打印出来的,我点打印 现在没有小票了 小票已经被关闭了,就是你满的时候把它打开 然后面都是那个开着的 不满的时候就把它关掉 就是点 在点完餐之后,点介绍,点电仓 这个订单号,点一下红色是开 再点一下 绿色的 是关 谢谢你就介绍到这里 我点打印 那没有小票 绿色是关 红色是开 就是开完之后后面都是开的 一直是开的 谢谢你 这里是Q的电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